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豚 强烈台风山豚 目前它的暴风圈正影响我们南端的海域 以及南端的陆地 预估今天逐渐向北移动 之后向东北 明天会在南部登陆之后直接清洗 影响我们 我们从最线资料看到 台风中心其实在过去 整个台风运动都很缓慢 目前中心在11点的时候 来到俄伦比南南西方的23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还是会以比较慢的速度往北 再转东北的方向往南部陆地前进 那目前的海上路上警报的区域依旧 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烧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 路上警报区域则是花林以南的地区 云林以南的地区 以及澎湖 至于未来的路径 我们是预估它开始逐渐北转了 然后但是逐渐北转向我们刚才的速度很慢 北转以后往东北 在明天登陆南部之后慢慢到后天离开 而这一段运动中 由于它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 表示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复杂 而我们也持续在观察台风 它实际的运动 包括它移动的速度 向北转甚至向东北转的角度的变化 还有什么时间真的会出现这样的运动 会影响到它 比如说实际风的强度 甚至台风中心很完整会在强风好雨的台风中心的结构 什么时候影响我们 甚至影响到它登陆的时间以及地点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观察 而在天气方面 我们首先知道海面上风浪风浪已经很强劲了 我们也一直要提醒大家 今天要提醒今天明天两天 在台风中心通过的地方会有8米到10米的浪高 也就是预估在西南部海面 以及恒川半岛海面 甚至未来还影响这些 还会维持时间比较久 这些海面都会有8到10米左右的浪高 至于其他各海面也有5米以上的浪高 至于在我们也观察到长浪的现象 而且长浪现象是各海域都有 尤其已经有巨浪情形 就是浪高有到达7到8米的巨浪现象 这长浪巨浪情形出现在 小琉球 鹅兰比以及东沙岛海面 今天明天两天 台湾各沿海还有澎湖 金门马祖依旧有长浪情形 这种状况提醒大家 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海面上不只是浪增大 风也增强 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风力更为的强劲 在明天的时候 台湾附近海面 尤其台湾海峡 南部东南部海面 会有平均风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风浪 尤其在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可能会平均风是16级 阵风17级以上 而且台风中心 未来在登陆的时候 它这比较 这很强的制灾性强阵风的结构 会接近南部陆地北上 这样子进不到陆地是令人担心的 容易治灾 这部分请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路上的影响 目前因为台风移动的慢 所以目前强风区域还是出现在 蓝旅的12级风 然后台东成功10级风 恒春桃园的新屋 有9级的强阵风 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新北市花莲 有8级的强阵风 就我们的预测来说 今天下午到晚上 我们来回到第一段 今天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的风力 大致是这样 不过可以看到 连江以及澎湖的强阵风 稍微增强到9到10级 今天晚上到深夜 金门也会增强到这样的风力 而且连台东以及屏东也会出现 9到10级的强阵风 至于蓝旅 还有恒春依旧维持11到12级的强阵风 明天清晨开始 其实各地的风力都起风了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连台东高雄和台南 也有的强阵风会增强到9到10级 提醒大家我们发布路上强风特报 今天在绿岛蓝旅 恒春靠近台风的地方 会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 另外在台东 屏东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还有宜兰花莲的沿海 高雄以北的沿海 也有8到9级的强阵风 但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这种风力就会越来越强劲 也请要多留意 再来我们看一看 台风它造成的降雨状况 我们从来到河上可以看到 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周围一坡坡的外围环流 甚至本身的环流会带来降雨 其中暖色系的这种回坡路 一到我们上空 就会带来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 有时候时雨一样是五六十毫米 或是更多 随着台风逐渐的缓慢向北移动 这样子强回坡 也会逐渐的向我们上空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昨天下雨的地方 今天还是持续下 至于中北部地区 可能就是有些云 有些云雨 它越过中央山脉向西 会造成零星降雨的状况 所以就今天来看 推行大家今天降雨的地方 就今天白天到晚上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今天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 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花冬地区降雨持续 而且下雨的时间 越晚会越为增长 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至于南部地区 在明天白天开始 有一些降雨的现象 但是也要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南部地区的雨就会越来越大 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 也会开始端需下雨 那就以今天来说 气象鼠发布了好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台北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台南高雄屏东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是花冬地区 高屏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 台东的山区 以及恒春半岛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至于这样的降雨 在明天 我们说台风更为的靠近 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开始明显起来 而且要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除了刚刚我们提 台风中心靠近 可能会有 致灾性的强阵风以外 它的降雨 也很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 它的降雨在明天 甚至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 会下很多的雨 这部分请留意 那北部地区也开始断去的下雨 明天各地 尤其东半部 南部的降雨 依旧是相当的显著 星期四 下半天 也是要看台风脱离的状况 台风在我们路上 当然它的强度会稍微减弱 逐渐的向北移动 但是我们预估要在下半天以后 可能 对不起 我把图弄回来 触控到 好 在下半天以后 在中南部和东南部的雨才会缓和 但是北部依旧是阴风面 尤其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好雨 另外提醒大家 在今天我们这种天气形态 只要台风是在南边移动 在东半部 还有南端陆地明显降雨的时候 通常中北部的天气就没有那么差 甚至有些地方看到阳光高温会出现 我们预估今天在新竹 苗栗 台中 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 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这边朋友要小心一些些 而至于在星期四的时候 台风逐渐向北上 北方的东北季风南下 这波东北季风从星期四南下 星期五影响到星期六才会减弱 在星期四南下到星期五这段时间 北部 东北部和马祖的高温降得比较明显 会降到25 6度左右 至于低温部分 中部以北 东北部 马祖的低温大约在20度 21度 其他各地低温也稍微下降 大约是22度 23度左右 但这低温的比较凉的状况 在星期六到星期天就慢慢地减缓了 最后依旧提醒大家 强烈台风山坨正往我们这门靠近 那在它今天主要接近 明天登陆的情况之下 花东地区 南部地区影响相当显著 尤其台风中心有可能会在南部登陆 那在南部地区不论是强风好雨的状况 甚至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 致灾性的强震风 以及短延时的强降雨 可能会在南部中心出现 所以这边要更特别留意 另外我还是在提台风中心影响的南部地区 因为随着潮水的上升 明天开始也可能会有 今天到明天都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状况 这种情形也请多留意 另外就回到原来提醒海面上风力强劲 也还有强震风和长浪 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还有行进一花东的地区 还有南部山区也要特别留意安全 台风移动缓慢 它的路径变化 只要稍微有一些些角度上变化 或速度上变化 就会影响到它对我们比较细致的 对中南部 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风和雨的预报 那这部分会随着台风移动状况 还有我们所参考的所有台风指引资料 我们会来做判断 也提醒大家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预报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请问有个问题 我们这有两个问题想提问 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一侧台风在短时间 就变成强烈台风 那第二个是总雨量的预估 大家都原本想说北台湾好像应该会比东半部 来得更多的雨 因为有预期有一些共半效应 但这一次雨量预估上还会再做修正吗 好 我们先看一下台风 我们从它开始在旺能调 从热带性地下旺能调的过程中 它未来我们预估这样经过路径上 我们预估整个环境不管海水的环境 大气配合条件都适合它发展 所以我们一直预估它会逐渐的 而且是比较快速的增强 那在昨天我们看到整个资料的变化 我们也提醒大家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好 另外所谓的秋台明显降雨在北部 气下属所定义的秋台 是指在台风影响我们的时候 北方刚好有东北季风南下 那所谓北部的降雨明显 是要指有东北风和台风带来的共半效应 但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形态呢 当北方有东北季风南下 南边有台风从东往西移动的时候 那东北季风和台风的东南风 它这交界面容易利于对流云气产生的地方 就容易有所谓的共半效应造成的降雨 像之前的美激台风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东北季风是在星期三 对不起 星期四到星期五南下 那另外台风它逐渐往上 那当然可能就是看它在往上碰到我们陆地 它的结构变化如何 但是目前我们预估影响我们的主要 还是以台风为主 东北季风或就是所谓的共半效应的降雨 目前我们看起来机会没有那么高 但是当然随着台风的运动 如果它移动慢 刚好北风南下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看 这样子真的有共半效应的话 所造成的强对流云是否在我们上空 好 台风的运动 不论是它实际运动大气的变化 甚至所有我们参考指引都随时在变 我们也是随时参考 如果说当有这样子 有和我们现在预报是不太一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预报 甚至风和雨的预报 这个时候我刚刚丁丁提醒大家 我们会一直注意台风的运动 尤其是我们知道 现在这种季节的台风 一旦它的移动速度很缓慢 移动速度缓慢表示 拉它的力量都很多 所以一方如果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导引它往那个方向移动 就会影响到对我们的影响程度 这部分我们持续观察 还有其他问题吗 台市记者有询问就是 日本模式有离开台湾之后 又再二度回到台湾 那请问气象署的看法 好 目前我们官方纵整的看法是认为 台风它在登陆 我们这样子登陆以后 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好 再受到地形的影响 其实它在通过台湾的时间 还不会太短 好 那在地形的影响之下 结构会减弱 但是减弱到什么程度 是维持 还可以维持中度台风呢 还是中度台风 就要看它真正什么时候上来 以及走的路径 那所以我们认为 它出海以后 受到环境的影响 它是会减弱的 是会减弱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官方纵整所有的预报 其实不止日本它有不同的预报 很多参考的指引 预报的方式都不一样 让我们纵整从过去几天的实际大气运动 和未来我们所看到的资料 我们教验所有的资料 这是我们所做出认为最可能的路径 那只剩我们会提醒的就是 它真正北上的速度 角度 会影响到影响我们的时间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因为我们看起来的